回来那个 回来啦 它是公的啊 公的 公的 我们到家它都别一样色了 你怕什么样的 出来啦 没错 我买了一个兔子 就在今天我起两车 路过我们这边的一个 集市的时候 我发现那地摊上居然有卖兔子的 不光卖兔子 而且它还卖小鸡 小鸭 小鹅之类的 而且生意是相当的火爆 当时我在场的时候 就有一个大哥 一下子要了好几十只 再来说一下 我为什么买兔子 因为在之前的评论区 我看到有很多的小伙伴 留言说 想看我开兔子 那怎么办 分割作为一个非常充快的up主 我就花了30块钱 把它买回来了 30块钱买了那么大一只 还是挺划算的 我感觉 就是这只大兔子 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草 今天晚上的时候 我还专门去我们这边的草地 给它拽了一把草 然后过来喂它 拿出来让大家看看 它不太友好 出来吧 30块钱买这么大只的 我感觉我真的是赚了 小伙伴们你们感觉怎么样了 这种兔子的应该就不是你们说的什么那种垂耳兔的呀 什么那种宠物兔 这应该就是平常那种家养的那种兔子 像那种垂耳兔 耳朵就是向下垂的那种 但是它这个耳朵就特别的翘 不过还好反正也是挺可爱的 它就吃了一点应该是吃饱了那个地态上的老板说 它三个月以后可以长这么大 可以长个十几斤 长个十几斤那就非常的凶猛了呀 你看你看 其实这个兔子也特别的不容易 等于下午我把它放到笼子以后 我家的那只狗 那就彻底的疯了 也不知道它是想跟这个兔子玩 还是想吃兔子肉 差点把那个兔子笼给掀烂 这个笼子也不是什么兔子笼 就是我之前的那个养松鼠的笼子 我把笼子打开它估计直接都跳进去了 进去吧 他知道这个是属于他的家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击关注加收藏 我们下期见 拜拜 等待我们的兔子长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